這次在立法委員的選舉受刺 我們實施立委檢辦 我們實施當地選區糧票數 選區重新發分 假如我們用政治的運輸綜合的觀察 以後 我們對社會 對政治 對國家 將會有什麼樣的衝擊 我想各位心裏面應當非常了然有數 一個制度 將來會發生什麼樣的 得之利益 我們必須了然以兇 然後我們黃泛李衛藏 用很多希望這個實施了新的制度 能夠發揮他的優點 而且把他的裂面掌控到最低 我曾經想說假如我們最壞 這次選舉 我們假如 常會的工作 沒有成功 將來當選的是什麼人 小豐大哥 買票抽選 小豐大哥跟買票抽選人 經過我們 拿到預期的目標 這些人將來就是國會的議員 將來就是監督我們選政部門 所有各部門的這些地方的人 我真的說是 將是民主政治 你一個紅色 你將是對我們 自己是能來政治的話 將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所以我今天 提出兩點 就是第一 我們的常常會選 需要贏一個人民的陷害 贏一個人民的陷阱 我們一定行政中立 嚴肅畫面的正當性 不問顏色跟立場 只問市規與政治 我們這樣子 我們的查查會選 會贏著原地的攜帶 和社會的進展 第二 這個經濟的環境地點 我們最大的功能 要讓那些賣票 多多露小 我不敢講 說每個都會當選 當選 我希望 滿票都選的城市 非常的棒 我希望當 開始讓我們的 人民跟社會 信任 我們這個選舉的事 這是這兩點前見 也許 是個人 這幾十年來 的一個 看法 我特別 把這兩點 來跟大家分享 總之 我非常感謝 像當年在場的 也許有很多 都是參與 2001 查查會選 工作 雖然是六年前的往事 我還希望 親自地 向您說 謝謝您 假如不是 您的投入 假如不是 您很忠誠地 來執行 查查會選的工作 就不可能 被譽為 最乾淨的一次選擇 那我把 六年前 經歷 又來跟這一次 今天公演 我想當我們面臨 新的制度挑戰 我們就知道 這個制度 往後 會淡點 台灣 有多大的收起 我們就知道 這一次 我們大家 監獄 這個查查會選的動物 是多重要 我再度地 要跟你 相互努力 也要謝謝你 特別祝福大家 感謝各位